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美国带头又打利比亚 立刻就说爱国主义的事 后来我就乐 我说你看 加拿大 我说举个例子 加拿大在这个2001年02年的时候呢 魁北克省就是法语区 曾经在魁北克当地的这个魁党的 在加拿大人的眼睛里 他就是分裂祖国的人 分裂加拿大的这么一个政党 公投在魁北克那个省 公投 公投是从加拿大出来呢 独立成为国家呢 还是呢 出不来 就这么个事 这朋友挺有意思 啊 那怎么成啊 我说那是不是得干掉他 加拿大这个皇家骑警也好 加拿大军队就得给他弄掉 对啊 我说你就 这个为什么他没弄 为什么大家就安安静静的看 当时包括蒙特利尔银行都在讨论 如果魁北克分离出去 像蒙特利尔这样的大银行该怎么分分格 被分格 怎么来划分 我麻烦不麻烦 太麻烦了 那是不是有一些分裂祖国的意思 是 但是祖国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祖国是载体 人民是主人 生活在某一个地区上的人民 如果他大多数人去选择分开 或者还是在加拿大 这是他人民的选择 所以国家是服务于人民的 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 包括军队 包括所有这样的 我们拿出来的词语 都是以人为本 这就是在当时尽管大家在讨论 应该怎么办 但是呢 人们都在尊重着魁北克人的选择 包括整体加拿大人 当然 人们可以在言论上 在思想上 在道理上去交流 这没问题 这件事情我跟朋友解释完了 朋友默不作声了 我说您能明白什么叫爱国 什么叫人民 什么叫国家 什么叫这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和政权 这就懂了 哥们一听这个呢 确实非常感叹 利比亚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国内怎么报的 咱们不知道 咱们先说说毛泽东 创造的爱国主义的理论 来给大家伙洗脑的这么个东西 咱们看看他当时真正的东西是干嘛来的 网上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毛泽东被大陆媒体曝光 感谢日本 请华 文章提到呢 那近日在上海的媒体 叫做文会读书周报 上头披露说 日军侵入 帮助中共壮大 最终夺得政权 毛泽东因此感谢日本 请列中国 文会读书周报 上个月底发表中国社科院 近代史研究员 陈铁剑的书评 书评的题目叫 中间地带的革命 告诉你 中共何以必胜 在这个书评当中 他评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杨奎松 他自己在书中是这么说的 接连遭遇了1927年 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 何以能由极度弱小 而一步步壮大呢 原本足够强大 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 何以却一步步削弱瓦解 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呢 新条件 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呢 陈铁剑在书中引用了中共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 在毛泽东外交文选当中说呢 毛泽东在50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明确讲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 第一他削弱了蒋介石 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 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经达到过30万 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 减少到2万多人 在8年抗战中我们军队发展到120万 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吗 今天你这样口号说打倒小日本 我说你缺心眼我跟您说这话您听着别扭 戏扎扎扎扎我绝对没说错 2008年北京日报曾经登了一篇文章说 正确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一语 称感谢敌人感谢对手以及类似的用词 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 这就是浑球了对吧 毛泽东死那么多年了 08年你谁写的这篇文章 毛泽东还有一样更绝 他找了很多女人 你说他找完女人的时候 他跟那女人是不是也说感谢 我就说这意思 那是个东西吗 所以如果今天2008年 还有人替毛泽东把感谢一词这么去解释的话 我说就像今天的北京的很多当官的党员们 党的干部领袖们一到晚上天黑的时候 就去了歌厅和洗澡的地方 也向那个女孩子去感谢 我相信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干的不是一个人应该干的事 美国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四个国家作为主要的力量 联合了整个全世界的十几个国家 目前对卡扎菲动了手了 把卡扎菲打得有点发晕 那网上有篇文章 卡扎菲被打得无力还手 造人肉盾牌 要中共监督停火 文章首先提到是法国 因为法国是第一个向卡扎菲 军队开火的国家 在各国领袖讨论之后 总统萨克奇在巴黎表示 这次国际军事干预是为了利比亚人民而做 那卡扎菲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 这疯狂的政权已经失去其合法性 我们介入不仅仅是为了利比亚人民 而且也不能容忍这样的罪行 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今天我授权美军 执行国际社会保护利比亚平民的有限制的行动 现在行动开始 而英国首相卡麦伦在伦敦说 对利比亚采取的行动是必要合法 而且是正确的 英军已经采取了行动 并且和盟军一起联合执行 联合国对利比亚禁飞的任务 他指责卡扎菲言行不一 是个屠杀自己人民的说谎者 大家听明白 所有人都不能容忍 正常的人不能容忍 就是一个国家握有政权的人 用自己国家的军队去杀害自己的人民 如果邻居里有一个人 有一个家庭 这个男人去侮辱自己家里面的人 去杀害自己家里面的人 你做邻居的 你难道不出手吗 非常有意思的是 就在上星期六 当联合国的这个金飞令出来之后 法国已经展开了军事行动之后 卡扎菲说宣布停火 但是宣布停火的第二天 他又开火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遭到了这个 包括英国 美国和法国的这个飞机的轰炸 然后卡扎菲写了一封信 给世界各国领袖 包括奥巴马 包括法国总统 包括联合国 在信中呢 他曾经质问奥巴马 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美国 你奥巴马该怎么做 我相信这个话 在很多中 咱普通的中国人 在那种封闭的环境里 一定会认可卡扎菲这话 对 没错 这事要发生在美国 你会怎么做 咱第一 美国整个现在的制度当中 不可能发生这个事 第二个 美国总统是民选的 他也不会出现 屠杀自己老百姓的事 这也就是说 我曾经提过 在国内很多朋友 可能会认同卡扎菲的质问 就是因为我们被这个体制 给圈在里头了 我们被这个疯狂的体制 给圈在封人院里头了 我们不知道外面 正常的人的生活 而我们把封人院里面的生活 当成了正常人的生活 所以可以理直气壮的 去质问那些正常人 你们干嘛要那样 文章里也提到 在卡扎菲的官邸附近 包括妇女儿童和一些穿着军装的人 在说一定要维护祖国的统一 维护利比亚 抗击外来者 那要保护自己的领袖 用这些血肉之躯 来阻挡盟军的炮弹 一个政权的领袖 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前面 当做肉盾 当做肉牌 来保护自己 又以国家的名义 谁这么做 也就说明他确实该被铲除 因为他根本不珍惜他的子民 根本不珍惜追随者的人的 最基本的价值 他把他的追随者 当做 当做一个肉盾 挡在自己的前面 因为他怕死 他为了保护自己 可以牺牲所有人的生命 这就是非常明确的 这一点上 跟六四的大屠杀 跟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 是一模一样 仅仅是外在表现不同而已 高之胜呢 再一次被国际社会所注目 那网上有篇文章 是这么介绍的 高之胜 荣获2011年 言论自由奖的提名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 致力于推展 言论自由活动出版组织 叫做查禁目录 日前发布了 第11届年度的 言论自由奖提名名单 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高之胜 获得提名 这个奖项将在2001年3月24号 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 举行颁奖典礼 其中一个评委呢 是这么说的 今年的获奖人数不多 这显示极权国家所采取的措施 致使民众晋升 而且那些致力于传播公众声音 维护公众利益的人士 往往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委员会是这么说的 高之胜因为说出了关于人权的问题 并且因为为那些极少数人的利益 而辩护遭到了中共当局的迫害 05年他写下了一份公开信 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温家宝 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群体的 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滥用酷刑和虐杀 这就是他被提名的原因 这也就是大家对等一下前两篇文章 和我开场牌当中提到 一个政权以国家的名义 屠杀自己的人民 那在这个政权之下的法律 国家机构一切的一切 他都是邪恶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